我就是天使说的大豆书 注定要加入单身俱乐部 哪怕掉进了天鹅湖 等不到王子来跳舞 天使做了一道算数 百分之九十的女孩 都会吃爱情的苦 只剩百分之十能得到幸福 能永恒的只有零点零零五 我就是天使说的大豆书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很残酷 哪怕走入了绝情路 每一朵情话都有毒 我就是天使说的大豆书 注定要加入单身俱乐部 哪怕掉进了天鹅湖 等不到王子来跳舞 陪我跳舞 等下来 你猜择你 煞变手机关机了 喂 小五 好好好 我们马上过去 你帮我看着她啊 去填埃路的篮球场 这个安娜跟人家斗舞 招来了一大群男孩子 这孩子 天天跟男人混在一起 她以为所有的男人 都是用大脑来思考的吗 哎呀 都这么晚了 就是国业也该结束了 哎呀 应酬 都是要到很晚的 就算你没应过 那你天天陪我看电视 也能学到的呀 你说这个电视啊 每次的应酬十有八次 都是在接电话的 我呀 就去打电话了 行了行了 打吧打吧 不打啊 估计咱俩街坊 谁都最不踏实 你是我的人 不许 但是 你不是我的 小姐姐 我怀然呢 你不是我的чив 小弟 爸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接不到你的电话 我怎么能睡得着嘛 对不起啊 爸爸 我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就一直在忙工作 然后 然后就跟费总在一起 所以没有给你打电话 没关系 那边的伙食怎么样 这儿条件可好了 是五星级的呢 那个房间特别大 我就在里面呢 而且啊 这儿还有送餐服务 看来费总真的对你很器重啊 让你跟他一起坐飞机出差 还让你住这么高级的房间 五弟啊 爸爸真的为你骄傲啊 爸 不要叫我爸爸 喂 什么人在你房间里啊 啊 那个 是 是我们房间超豪华的夜景电视 对 音质超清晰的 哦 爸爸 就想听到你的声音 哎 天不早了 你早点休息吧 好 晚安 爸爸 哎 晚安 对了 你要把门窗都关紧啊 哦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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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成了我的心 我变成了MikChat 老妈 还是你有先简直名 带床单来就是对的 走吧 别打了 嫌子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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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手放手 别打了 别打了 血 肯 xu 快uso 快 宝贝 他门都跑了 今晚跟谁走啊 小五 对 怎么又是你呀 小五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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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走 哥 哥 哥 你这儿疼我 大哥 小五 你也回家吧 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跟你一块儿玩 你以为是真的喜欢你啊 他们就是为了 吃你喝你占你便宜 特别是那个小五 他天天缠着你 我看他就是看着你的家产 他才没缠着我 是我缠着他 行了行了 你不是想去拉苏维加斯的舞蹈团吗 过些天我找个朋友 看看能不能送你过去 那我要小五也去 我没那个义务 不 我就要小五 我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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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小 安娜 概念别的不出 利用女人吃软饭的 倒是一抓一大把 好 喂 德楠 睡了吗 哦 安倩呀 你刚才没给我打电话吧 你刚才没给我打电话吧 什么意思啊 我头特别疼 不知道怎么就睡过去了 结果我以为 我的腿 猜死我了 谁睡在那房间里 没有啊 哪有人啊 是电视机 电视机我已经关掉了 关掉了 非得乃 你混蛋 喂 喂 哎呀 我可以没什么啊 你还听到呢 就很好 你还没什么啊 你还没有什么啊 对 我说 你还没什么啊 我没有什么啊 我怎么看 是没什么啊 我怎么看 你那是小五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研究竟— 你去睡 坐 好沉哪 为什么他总让我愁 你总让我笑 这是一个助理 应该走的 就 quand我们再来 你自己玩的 咱们走 刚才一帮我 我看你在飞机上还挺紧张的 薛总 我没事 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公司 我觉得昨天那个电话 我还是应该跟李总解释一下 没用的 怎么不信我呢 他一直觉得你只会替我说话 他怎么会相信你呢 你解释的越多 他越会迁怒于你 你踩我的鞋了 刚刷车没站住嘛 我的鞋很贵的 没什么 我都说了我的鞋很贵的 你怎么可以踩呢 擦得得了 我的鞋很贵的 小姐你不读鸡啊 都说了一百遍了 你 鞋子贵 舍不人踩 就自己买了 让车自己开钱 鸡公交的人鞋子能有多贵啊 你你你你流氓 什么 我流氓 你行不行 我再踩你两脚 你 你 喂 你踩了人家鞋不到线也就算了 还不医鞋一个女人 你算男人吗 就是 你怎么挤公交车 你不是有摩托的吗 你是那帮船上过来拍下来我的就不过 我告诉你 还有你 我挤公交车 但是为了环保 还不是像你们一样的穷人呢 好好好 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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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得下车吧 好 快走 好吧 快走 你可以走 我agoy 我能回来 我可以你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 我回来 我回来 不会是张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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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狗 不是 好车吧 是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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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出问题 女人掉层皮 我这是帮你剪皮 你一帮淡款的 居然给清到老板头上了 我说错了吗 苏蕾 现在是上班时间 请你回你的办公室去 我去哪儿用得着 你掉配吗 苏蕾我有话跟你说 苏蕾 苏蕾 你别说哪 走走走 怎么回事啊 别碰我 苏蕾 算了吧 李总她得了很严重的肺病 病人的脾气总是有点古怪的 你这样对她太残忍了 肺病 什么肺病 肺结核吗 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这病会传染的 我要给我的医生打电话 那个女人姐姐是个流氓 等着传染病还对着我吼 是肺癌 这件事情除了肺总 还有我 就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而且李总也不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情 不管怎么说 李总她真的很可怜 肺癌 她还真是国际 她还这样 她俩还不成了肺疾 她还不成了肺病 她还不成了肺病 她会碰得体的肺病 她还真是不成肺病 她还真是上肺病 我只知道她15斤 她还没想到贺病 她还真是肺病 我只是冲洗 你不成了肺病 她超过满了肺病 你明天没时候 她又有了肺病 说不下 sie 你也会做的事 你还真的走 焦断了她 赔了肺病 你别动 你不想叫什么 你不想让我来 我这方面 你这个地方 我这方面 你不想要 你这方面 你这方面 我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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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再信了 因为你从来 都没有被我改变过 你又被我改变过什么 我 别让你碰完别的女人说 再来碰我 那是电视声不是女人声 你要不要找个法医来给我衍生啊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电视和真人我分不清楚吗 好 我告诉你实话 那个女人是林吴迪 那个特别居然 你不能太可惜了 让我过去 吴迪 吴迪 你真是见女人 你还敢过来 安全被你记得快抽筋了 滚开啊 我 吴迪 对 费总 让你到机房去 盯着我们的广告讲解 对对对 那个广告很重要 不行 我有事要找李总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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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拿小两口这酒店成功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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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你都能拉她出来 做挡箭牌 费德南 你的谎话说出来 还会有人信吗 三亚酒店的房间非常紧张 我们去的时候 就剩一间房间了 我和林吴迪只能住在一起 但是她睡在地上 我睡在床上 我接你电话的时候 不小心踩到她了 她叫李诚就被你听见了 这就是事实 你爱信不信我懒得管 德南 好吧 我信 我相信和你睡在一起的 那个女人就是林吴迪 阿姨 话不能这么说 你还想不想跟我计划 我吃醋可以吗 我生气可以吗 我想让那个女人 从你身边滚蛋 可不可以 你别无理取闹了 我还有一堆事要干 无理取闹的人是你 吴迪 这次又要怪你了 你怎么又给费总添麻烦呀 也不知道费总 可不可以解释得清楚 喂 小岸 陈当也回来了 什么 双相大奖 你要出去是吧 好 反正这件事情 我也不想再拖了 走 安静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安静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好 陈总 告诉你个好消息 吴迪 你马上解聘他 吴迪 什么好消息 陈导 刚刚得了两次大奖 最佳导演奖 和最佳制作公司奖 真的吗 太好了 早就在我意料之中了 有什么可大呼小叫的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弄出那么多事来 我有心情说吗 我还是那句话 你解雇他 费总 我觉得有些误会吧 你听我解释一下 吴迪 你让佳明去看看 那个多芬的片子 请他把把关 费总 我去 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为什么要牵动在别人身上 连倩吃火药了 中奖是好事吗 他应该赶快想想 怎么给我们开奖金 吵什么架吗 无风不许了 没准是费德南跟吴迪 在外头做了什么 对不起他的事 什么 瞎想什么呢 你们不会都没看出来吧 肯定是费德南在海南 又风流了一把 还拿吴迪当挡箭牌 李安倩就怒了呗 那也不是辞退林助理的理由啊 做错事的明明是费总 林助理是他的下级 他又能怎么样 什么叫迁怒于人 你不懂啊 李安倩可是快结婚的人 当然最忌讳这种事了 如果事情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李安倩要彻底制服费德南 当然要拿吴迪开刀了 那吴迪岂不是凶多吉少 那就要看咱们的小费总 有没有保住吴迪的决心咯 保 怎么保 一边是马上就要赢取的小娇妻 撒个娇的事 她要不顺着她 我看她连总裁的位置 都坐不稳的 谁说的 她是个好总裁 我们都服她 大妹子 不懂就不要插嘴 再说了 李安倩手里握着一张 同情牌 同 同情牌 喂 老公啊 你有带给我干嘛 看医生 你怎么了 要去看医生啊 吓死我了 我管她什么什么 美国来的权威医生 我告诉你老公 没病不要去看 没病 好 你等我啊 我陪你去 嗯 拜拜 好了 我要走了 好 一会儿去李安倩那儿 把她吃的药名 给我抄下来 为什么 哪那么多为什么 让你抄你就抄 那 我刚淘淡下来的电话 给你了 用她给我打电话 这么急要关头 你就这么走了 真是铁石心肠 是不是哪天 我张玲也能变成这样的话 我就发财了 财怪 我计她能及时 嗯 我也得去想想办法 你为什么非要针对林吴迪呢 你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维护她呢 对不起 打扰一下 什么事儿 李总 这份文件你还没有签 好 好了 先出去一下吧 好 就这个药 怎么 有问题 喂 喂 苏蕾 神神秘秘的 嘉明 嘉明 你就是概念的女神 又碍死你了 是是是是是 我们一定啊 把你箱上经编给供起来 马 人哪 马莎莎 你上班时间就跑到哪儿去了 吴总 公司现在出大事儿了 我早就知道了 这是概念的大喜事儿 喜事儿 我说的是 吴迪跟费总在海南 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 李总现在正在大发雷霆 逼着费总要开除吴迪 求了求了 那我辞职 我走行吗 等等 既然这样的话 还有一件事 别别别 安倩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你 你你你你 你是不是非得结婚以后 就辞职做全职太太 是吧 安倩 我跟你说啊 像你这样的女强人吧 你 你的使命就是 振兴概念 繁荣整个行业 做女人的表率 当国家的栋梁 对不对 你怎么会因为 像飞特男人这样的 臭男人 你就辞职不干了呢 是不是 干什么呀 想相扶教子 你可不是我认识的 李安倩啊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 我告诉你李安倩 我得告诉全中国的女人 你们的人生意义 不在于此 行了吧吴迪 你别在这添乱了 我也没说我要辞职啊 那那那 刚才你说辞辞职是 我是让他辞了林乌迪 这个 安倩 我跟你说啊 我也是男人 这个 小费如果和林乌迪那样的女人 假如假如 假如要有什么的话呢 我估计也是一时冲动的 酒后 老吴你别乱喷了 我和乌迪什么事也没有 安倩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能开除林乌迪 因为她没做错任何事 我不管 如果你还想娶我的话 你就得开除林乌迪来做保证 安倩 我总是明白 你想是让小费咔嚓林乌迪 给你缴投名状是吧 这投名状她是土匪任凶的 知道吗 咱金同玉你做夫妻可不行这个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安心嫁给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见到林乌迪 我心里就憋着一股气 我就对你 我又说不出的不放心 总之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要辞掉林乌迪 不然的话 我 我现在就离开这个公司 我现在就离开你 我 你一头 你一头 我一头 我一头撞死得了 我一头撞死得了 我一车 我一头撞死了 我一头撞死了 你好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们是要靠心去打动观众的 明白 对了 你不上镜的时候也应该提提胡子的 你不上镜头 好了好了 我还要去筹备发布会的事情 哪里真缺得了我呢 陈套 她觉得 你们做得不错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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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林吴迪没有错 我现在希望的就是能够相信你 德南 我求你了 辞退林吴迪好吗 我给她介绍到更好的公司 有更好的发展行吗 安倩 我现在就给孙培打电话 安倩 你别太过分了 费总 喂 孙培 给林吴迪结存工资 准备好她的历史手续 快 这 什么事 费总 陪娜刚刚打过电话 多分的胡晶 还有许晶舟许总已经到了 请问 您需不需要搭配一些点心呢 例如饼干 蛋糕或者是 佩娜 谢谢你 你可以坐下来 嗯 费总 多分母乳的广告已经剪接完毕 都刻在这张盘里 现在可以开始演示了 那就开始吧 开始吧 好 小爱 开始吧 好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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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好给你介绍的 先生 布朗 很高兴 也很高兴 先生 布朗是全美最好的心胸科医生 最近正好到咱们国家来寻回演讲 卖我个面子 特地到咱们公司来走一趟 没事吧你 把她带到这儿来干吗 让她给你做检查呀 什么专家 什么检查呀 我不需要 飞 先生 布朗 那些检查的检查 检查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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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你就是这儿的检查 说什么呢你 安倩 我的好李总 你认为咱们公司日理万机 身体出了状况也不告诉我们 你认为大家不关心你是吗 那我告诉你 你错了 至少 至少 我很关心你 我知道 你得了肺癌 苏蕾 你怎么 小二 小二她算出来的 不 你们是知道的 我根本不相信这小巫婆的 所以 我请了一位权威的专家 来给李总确诊 苏蕾 你有病吗 李总 是你有病吗 对不起 我们要开会了 请你们出去 好吗 李总 这很简单 你只需要我 把检查的检查 和前面的描述 和回答几个问题 不 谢谢 我相信我的医生 请请你回答 我们有个议会 但我认为你的医生 会延估了治疗 我认为 他给你治疗病毒 不是肺癌 不好意思 老师 安倩只是肺部发炎 没有苏蕾说的那么严重 她的换眼单 在我这儿 既然你知道我没有毒癌症 你为什么 所以你就不早不晚 挡着所有人的面 才说出来 那不是你逼我的吗 我只不过是想让你 开除林无敌 因为他一直跟你合伙来骗我 骗人的人是你吧 不是你装兵逼我 和你结婚的吗 什么装兵 我明明就是真的 得了癌症 可能活不过青年吗 太过分了 安倩 你是得了绝症 得了女人可怕的绝症 得难 安倩 我们现在就来说说 到底谁在骗谁 谁不该相信谁 也许我是你说的那种人 不能给你安全感 不能让你相信我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这样下去不痛苦吗 我们为什么要抱着对方 烧得对方焦头烂额呢 我们取消婚礼吧 费总 为什么得这样 不至于吧 安倩他只不过是 打着爱的名义欺骗你 欺骗我的同事还逼迫我 威胁我 让我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吗 废灾难 你说够了没有 就算安倩这么做了 那也是因为他在乎你 像他这样的女强人 到头来只能装病装可怜 那是因为 他只想留住你的心 你就不能对他稍微体贴一点吗 你这么做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体不体谅他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说话 你以为你凭什么能站在这儿 就凭你一个星期迟到三天 工资却是别的秘书的三倍吗 费总 什么事 这是林吴迪的离职材料 我已经算好了他的离职金 孙培 你做这种不讨人喜欢的事 究竟要做到什么时候 亏你还做得比谁都积极 这个东西 不需要 不需要了 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现在马上去准备 裴娜娜的离职报告 去 现在 坐 你太狠心了 安静 安静 费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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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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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安静 你放开我 别管我啊 等待谁是冲动才这么说的 什么意思冲动啊 这个货档爱接不接不接就算了 他约我真的嫁不出去吗 安静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你别管我 别管我 要数上猫我倒数第一可影响不了我的美丽 我善知人意从不花言巧语 不用眼泪吸你的注意力 我的名字叫无敌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 自己拼自己才追自己 功夫在一起怎么比怎么比 善良的招数拍第一拍第一 我们有力气只会使用转移 其中一样一滴两滴三滴地转移 功夫在一起怎么比 善良的招数拍第一拍第一 我们有力气只会使用转移 Should spell Go above me 把你猪海ot到哪滴地才 fø brom 粉牙肤收获 我的名字叫无敌意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 自己拼自己才追自己 我的名字叫无敌意 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 我知道该用什么眼的伤筆 自己凭自己才对自己